我们炎黄子孙有着非常悠久的传统文化 历千年而不衰 因为我们传承着祖先的习俗 虽说人不分贵贱 但皇家与平民还是有着实质性的区别 生不同地位 死不同待遇 又受各民族之间的习俗差异 死后怎么对待也分了不同的形式 但火葬和土葬该取谁舍谁 依旧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事实上两种下葬方式间有着很大的不同 尤其是对后代更是无法忽视的影响 首先 什么是火葬呢 据考究 火葬其实早在古代就有了 不过在当时 这种方式主要是处理因为瘟疫病死的人 有的人家因为没钱买不起棺材 也会采用火葬的方式 发展到现代 现在的住房面积大量减少 政府机构为了增加土地利用率 提倡采用火葬的方式 通常来说 火葬的操作基本上是由火葬厂里 专门的人员来操作的 通过高温让尸体快速火化 火化之后只剩骨灰 骨灰可以装进骨灰盒 让亲属带走或供奉在专门的地方 在今天 火化有着诸多好处 首先 火葬的骨灰也存有着一定的灵力 这种灵力也就是现代科学 所说的遗传基因和磁场作用 骨灰的盒子照样能放射出一种 肉眼看不见的气息 这些信息的发射照样影响 和左右着后代人们的情绪和气韵 后代人情绪高昂 气韵旺盛 当然就顺理吉祥 后代人情绪低落 气韵衰败 当然就凶险风波 比如面粉 无论你做成馒头或面条 它的基本元素都是面粉 它生成的植物都是小麦 所以火化后的骨灰仍然不可侵蚀 骨灰存放的环境 照样能影响后代人们的命运 所以不需要担心火化后会损伤什么 火葬的起源是民族文化的渗透 属外来习俗 最主要的是佛教的影响 得到高僧元祭后一般是要火化的 收集骨灰作为舍利 保存在佛塔之中 少林寺后山有塔林 就是存放方丈或者长老级别的高僧舍利的地方 佛教始祖释迦摩尼就是火化的 还得到了很多舍利 法门寺就保存着佛祖植骨舍利 佛教是不是所有教徒都施行火化 不太明确 但有很多法师都存有真身 应该不是强行要求火化的 在比较近的年代 一百年以内 合上元祭后都是作画 用钢或者瓮成桩 底部铺有石灰和木屑 将遗体盘坐在里面 然后加盖用泥封住 而火葬在今天之所以成为主流 也是由于现实原因导致的 由于某些流行性传染病爆发 大规模的瘟疫流行 不能保证对所感染的死者做到深埋 这种情况下 土葬不安全 既要和死者长时间接触 又增加了工作量 更不能保证坟墓不被破坏 要收集这些被污染的尸体 还要一个个的挖坑 增加被感染的危险 一般都是浅埋 有些动物会扒开坟墓 造成二次污染 相比于火葬就简单有效 大火烧过 把骨灰伸埋 堵绝隐患 还有就是土葬浪费土地 山区还好一点 对于城市和平原 土地被大量坟地占用 失去了耕作和建设的用途 这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问题 在现实面前 很多人 包括教派都选择让步 比如道教和基督教 也都放弃了最初的信仰 允许火葬 放弃土葬 人死之后 一样也会存在一定的能量 这种能量 与周围环境结合之后 就会产生新的风水气场 而且死亡之后 采用不同形式的安葬方式 风水气场也会有所差异 比如火葬的人和土葬的人 形成的风水 就会存在很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 也会对逝者的亲属 以及后世子孙 带来一定影响 所以在风水学中 认为人死之后 应该为其选择合适的阴宅 使其风水气场更为平和 这样对于生者的气韵 才会带来一定帮助 那么火葬的人 应该如何选择阴宅 比较合适呢 首先 火葬的人火属性较强 所以在选择阴宅的时候 应该要尽可能地选择一个 与火属性有关的地域 这样与逝者的风水气场 属性会比较温和 反之 如果找的地方 水属性较强的话 可能就会克制适者的风水属性 如此一来 必然会导致气场被衰弱 其次 火葬的人阴宅处的采光 最好能够好一些 这样一来 阴宅的阳气会比较旺盛 旺盛的阳气 能够维持风水气场的稳定 毕竟阴宅的阴气比较强 如果没有一定的阳气来维持阴阳平衡 风水气场不稳定的话 对于风水也会有所不利 对于生者的运势也会产生极大影响 相反 土葬是最悠久也最普遍的丧葬方式 古代讲究身体发肤受之负物 更讲究落叶归根 入土为安 不管活着是何种景象 死后都要得到最起码的尊重 尽量让死者不留最后遗憾 土葬也有尘归尘 土归土的意思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一切终归黄土 最忌讳的就是死无全尸 所以保留一具完整的身体 离开这个世界 也是对人的尊重 土葬的好处有很多 首先 土葬方式流传了几千年 这种方式更加让人接受 在农村 人们都这样 去世以后还可以通过土葬的方式 迈入土中 这样才得以保留全尸 受传统观念影响 人们觉得土葬更加人性化 更加符合传统思想观念 相比于火葬 土葬更为人性化 不用把逝者火化 可以让逝者慢慢化为尘土 回归大自然 木葬风水说 死者下葬后 真气会与血气结合形成生气 通过阴阳交流程的途径 在冥冥中有影响 左右再是亲人的气韵 阴阳两气 呼出来就成为风 升上天就成为云彩 降落下来就成了雨 在地下流行的就成为生气 生气在地下流行 生发时就能养育万物 人是负经母血的结晶体 所以人也是阴阳两气的结晶体 每个活着的人都有阴阳两气 死后肉体消失 阴阳两气却没有消失 活着的人 气聚凝在骨 人死骨未灭 所以人死气还活 所以下葬者要找一个有生气的阴宅 让生气和不死的阴阳两气相结合 来保护在世亲人 经书说 人死有气 气能感应 影响活人 这种感应是有事实根据的 例如西边产铜的山发生崩塌 东边用铜铸成的钟 就不壮而鸣 这就是感应 再比如 春天到来 树木抽叶开花 放在家里的脉轴 也自动发芽 气在地下运行 它运行时会随地势走 它聚集时也随地势停止 秋龙的石骨 平地凸起的土鸡 都是有气在运行的标记 气是水之母 有气才有水 所以藏在干涸燥热的地方的气要浅 藏在平坦地带的气要深 古代墓葬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 墓质的选择要看风水 自古以来 人们都很重视墓地的选择 古人选择墓地 考虑的因素依次为 是京城附近 其风水不消说自然是好的 二是故里或祖基地 符合落叶归根的传统观念 佛教对丧葬礼仪的看法 首先强调的是要建立正知正见 例如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的过程 但却很少人能坦然面对死亡 因此常常忽略了临终这重要的一刻 临终是生辰最重要的关头 它是决定往生最宝贵 而且具有决定性的一刻 眷属若在此时大声哭泣 引起病人悲痛的情绪 累它堕落 失去往生善道的机会 那是无意而有害的 因此 若遇家里有人过世 不宜哀嚎大哭 摇晃 塞手前 摆脚尾犯等 尤其切记杀生祭拜 四十九日内 为亡者修复 利益最为殊胜 尤其当病人病危时 最好能离请法师或道友前来助念 亲人一应在旁一起助念 帮助他往生极乐净土 必可请病人所敬忠 且善说法要的有德长者 前来安慰开导 劝病人一心念佛 求生佛国净土 有关丧葬礼仪 尤其应注意下列几点 一 不要虚荣 现在的人遇到丧葬事宜 大家竟以虚荣心处理 做得要比人家好 互比虚荣心 其实应当要尊重死者心愿 才是最重要的 二 不要铺张 国人对于丧葬事情 往往讲究你有多少乐队 我有多少花车 其实不一定要这样 丧葬是个人家庭的事 何必劳实动众呢 庄严 哀伤 肃穆 胜于吹吹打打 三 不要迷信 至丧 无非求死者安 生者孝 一尽安心 悼念而已 不必刻意造作 总之 生死是人生的两件大事 以佛法观点来看 生不足喜 死亦不足悲 唯有一庄严的心情 帮助王者 顺利往生善道 这比任何隆重的仪式 都要来得重要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聆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您的每一个支持 都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次再会